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无法理解庄子的思想的 那么老子的道又是整个道家奠基的概念 道家之所以叫道家 就是因为有道这个形而上的概念 它是最玄妙的 也是最难理解的 但是呢 它恰恰是我们人生所谓的终极意义的东西 那么庄子在整个那期篇中 唯一一段是写道的 因为庄子是把老子的道放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来写 他很少冲向的去论道 那么这一段非常珍贵 而且是他本人所写 那期篇都是他本人所写 那么庄子就说 福道有情有性 无为无行 那么道呢 是说它是有真实可信的内容的 叫有情有性 这个情不是情感的意思 实是情实的意思 就是实实在在的 英文名叫essence 它有实质性的东西 有情有性 无为无行 它是无为的 道不会刻意做什么 它又是无形的 我们看不见道 你说你抓一个道来给我看一看 它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捉摸 所以呢 庄子说 这个道是很狭上嘛 但是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 未有天地 自古已故存 他说这个是可以传的 但是我不能口授给你 我现在告诉你道是什么没有用处 这一定不是道 但是我可以言传身教 我可以通过精神啊 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别人感受到 所以它是可传而不可受 能传给别人 但是不能直接用嘴告诉你 那么可得而不可见的意思是 人是可以得到的 人在修身修心的过程中 慢慢体会到 最终能够领悟这个道家的道是什么 并且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我们当然是可以这样得到道 可是呢 道不可见 我们是见不到它 因为道是无形的 它是形而上的 是古代人在仰头观天的时候 洞察出了一个东西 那么底下又说 没有天地的时候 这个道就已经产生了 神鬼神地 升天升地 那么它呢 是一个可以伸出天地来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道是最早的东西 它创生了万物 当然这是我们古代人 给它的一个假设 总是要有一个宇宙的起源 和万物的本源 那么老子就给它起了个说 这个就是道 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呢 是描述这个道的状态 道的特征 说这个道啊 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 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先于天地而不为久 长于太古而不为老 这四句话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我十几年前在北大旁听 张湘龙老师的课 他是研究道家和现象学的 这四句话他特别钟爱的 他一讲这四句话 哎呀太玄妙了 他说明什么呀 说明道不可把握呀 他在太极的上面 就是最高的一个太极 在太极的上面 但是又不觉得他高 他在六极的下面 又不觉得他低 那么他先于天地就产生 你也不觉得他很久 他比太古还老 你也不觉得他很老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道是不可以直接对象化的把握 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只要认知一个东西 一定会二元分立 这个二元分立就意味着 我是认识万物的主体 我是一个subject 那我们认识这个东西呢 它叫对象 它叫object 那么主体跟这个课题 一定有对立的关系 那么老子说 好对不起 道不在这个对立之中 你一旦把道作为一个对象的话 你所把握的就不是道了 所以呢 你不能给他定义说 道是最高的 最大的 最小的 道是最古老的 道是最年轻的 对不起 没有办法这样直接给他一个定义 就像海德格尔说 我们有两种描述方式 一种叫what 一种叫how what是说这是什么 道不在这个描述的可能性之下 但是我们可以用how 去描述它 这是道怎么样 这个是可以描述的 那么这个不可以对象化的道 它是来源于老子 老子在第一章就说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教 那么老子一开始就说 道呢 你没有办法直接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我们老子一本 我看过的就有二十多种 那么西方翻译老子的时候 特别头疼 他翻译第一句就不理解 道可道 非常道 道可以说 不是道 那你说它干嘛呀 那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那么老子说的意思是 我的这个道呢 不可以直接定义的 你所有定义出来的都不是那个常道 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 常道就是恒道的意思 那么永恒不变这个道呢 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把握的这个对象 但是 无欲以观其妙 有欲以观其教 是可以通过观的方式去把握的 那么这个观呢 在书文解字里面也有 这个观是地势听 是你认真的去看 认真的去体悟 才能领会这个道 领会这个道呢 条件是什么 无欲 只有在我们这个欲望目的性 特别小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目的性的 不期然而遇的这样一种感受 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个道理 就像陶渊明那个采菊东篱下 悠然陷南山 山气日夕家 飞鸟相余环 此中有争议 欲便已妄言 他说 你看这山中的气息 多么的好呀 这些鸟的都回家了 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景象是吧 日志西矣 牛羊下来 太阳落山了 牛啊羊啊 猪啊 狗啊 猫啊 都回家了 这是一个多么欢心 劳动了一天 终于回家了 这样一个温馨的场面 但是呢 此中有争议 欲便已妄言 陶渊明说 我回归的不是家 我回归的是我心灵上的那个家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情景啊 我从官场上隐居了 我这样的一个高兴的 这样一个适合我自己的生存方式的选择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这个呢 欲便已妄言 你要让我说清楚的话 太难说了 所以我就不说了 如果说出来就不是陶渊明了 那么李沙颖也有诗这样说 叫此情可待 陈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这份情感只能去追忆 在当时呢 枉然 就是哎 我也不记得了 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所以非对象化 并不是一个实例 我们不能直接拿到的东西很多呀 对吧 空气你能拿到吗 你能抓一把空气给我看一看吗 你不能 爱情你能拿到吗 你能定义出什么是爱情吗 前几年特别流行青春偶像剧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电视剧 什么像赵薇的至青春 简直成了一个系列 后来出了很多至青春的片子 为什么会出来这个东西呢 只是当时已枉然 因为你在爱情之中的时候 永远没有办法给爱情定义 有一天你分手了 然后回头一看 说爱情是什么什么 会得出一大堆的概念出来 所以呢 其实倒是可以去感悟经历它 而不能直接去定义它 就这么简单 你听也听不见 摸也摸不着 看也看不到 这个呢 就是道 那么21章也说道 谎兮呼吸 呼吸谎兮 其中有像 其中有物 到底其中有什么东西呢 得自己去感悟 得去体会 那么这样的一个 非具象化的道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首诗 帮助大家来理解 这首诗的名字叫寻春 它说 终日寻春不见春 盲斜踏破领头云 归来笑捏梅花绣 春在枝头已时分 它说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我找回春天来了吗 我各个山头都走遍了 我就找春天来了吗 春天来了吗 找来找去呢 它的鞋都踏破了 结果回来看 哎 有一朵花开了 很像那个 佛祖念花一笑 那这种情境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 去描述 叫做 骑驴找驴 道不需要去找 道就在我们生活中 道就在我们生命的体验中 当我们完全放下那些是非 放下那些对立啊 放下各种心灵的杂物啊 还有心灵的杂念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天人合一 这种就是非对象化的情境 我们跟外面都合一了 那么用庄子的话来说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其实天地和我一起产生的 天地和我完全交融的那种状态 其实就是道的状态 那么庄子用另外一句话来描述 叫道在使逆 道这个东西 就是连使尿这样啊 一个最地下的一个东西里面啊 都会都是有道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体会到 这个很像佛家说的叫 单水砍柴净是道 我们日常生活 你去砍柴去担水 这本身就有道 所以道呢 是我们对意义的一种领会 是我们跟万物合一的一种状态 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去拿来 而我们就身在其中 所以骑驴找驴呢 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但是又是一个大多数人 都在犯的错误 我到处去寻找真知 寻找真人 寻找大道 却没有想过 其实这个道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如果我们有功夫做 这个自然就能遇见道 为什么老子庄子都认为 这个道不用说呢 因为我们语言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用语言去描述的时候 它就是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我们得一个一个把它说清楚 它一定是一个对象化的行为 只要我们想用语言去说 一定是想说个什么东西出来 它本身一定是有对象的 所以老子和庄子对于说话这件事 尤其对于描述道 是特别谨慎小心的 当你一说就得给出一个定义 比如说你会说道是规律 道是原则 道是法则 一说它就狭隘 它就被限制住了 而这个道呢 它是跟人的个体的这个体物 要联系到一块来理解的 一旦把它定义死了 它一定就不具有普遍性了 所以呢 这个道呢 既是一个其而上的概念 同时又是个体体悟出的人生的意义 老子是很完美地把这两个含义 结合在一块 这个真的是西方人很难去理解的 那么庄子对这个说道也是很敏感的 它叫得意忘言 它说你得到意就行了 一定要把语言忘掉 我们说道也是这样的 千万不能执着于老子五千言 不能执着于刚才一段庄子的话 重要的是能不能领悟背后这个道的含义 那么庄子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说呢 庄子采取的是三个 叫做欲言 重言 知言 我们之前只讲这个重言 就是托有威望的人来说话 比如说姚顺宇呀 比如说孔子呀 老丹呀 炎回呀 这个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让他们来说话 那么另外两种言说方式呢 我们也稍稍介绍一下 一种叫做欲言 欲言顾名思义 是用欲言故事来表达它的意义 这样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昆盆展翅 这就是一个欲言 那么在庄子里面提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然后提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 这些动物之间的小故事 这都属于欲言故事 那么支言又是什么呢 这个支呢 就是一种酒气 大家到博物馆就能看到 这个酒气呢 你把它倒满的时候 它就会溢出来 对吧 那么我们倒只能倒到适合的水 所以倒满它溢出来 倒满它溢出来 它形容是一种变化语言 那么这个支呢 就是支离破碎 充满变化 完全无法捕捉 其实我们很难去直接来定义出 一种庄子的这种散文风格 它是哪种风格都有 它有抽象的思辨的这种论文式 它也有这个支离破碎的这种真言式的 一句一句的讲道理 那么它也有神奇的想象 那么欲言 支言和重言 就是庄子最重要的表达思想的方式 我们只有透过它的这种语言的方式 才更好理解它背后的这个思想 所以呢 倒在老子 更多的偏向于行阿上的含义 和对于侯王如何统治国家 如何治理国家的指导 但是在庄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庄子继承了道的非对象化的特点 道可道 非常道 这样的一个特点 也继承了道可创生万物的 作为宇宙本源的这一层含义 那么庄子又做了很多的发挥 这个发挥就是把道放在个体的生命经验上来讲 把道放在我的人生的各个角落来讲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逍遥游里边的逍遥 它是一种道 其无论里边 平等看待万物的目光 灰鬼觉怪 道通唯一 也是一种道 养生 也是一种道 袍丁解牛 也是一种道 成之所好者 道也 近乎记也 袍丁说得很清楚 我喜欢的是道 我展现给你们就技术 我这个爱道是我爱的这个技术 那么人间事也是如此 在人间事如果能超越那么多的焦虑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得掌握道 这个道呢 就是你跟不同的人相处之道 那么道的这个德充服呢 也一样 我们这个德怎么才能充沛呢 就是要理解宇宙的道 跟更高的东西相结合 在大宗司里面呢 这个道就体现在真人 真人是物道 所以道可以贯穿于 庄子那期篇的这个始终 我们之后讲印第王篇里面 也依然有道 好 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